雖然說失去了很多 但是得到的也很多 在鏡頭前 忍不住眼眶泛紅落淚 她是微觀倖存者洪嘉義 在醫院躺了9個多月 終於出院的這一刻 感情向老婆說謝謝 那我更要感謝的是我的老婆 在我這段期間 住院的時候 把小孩顧得那麼的好 真的很謝謝她 親戚拉著太太的手 洪嘉義珍惜每一刻 和家人相聚的時光 一位美濃強症當時 洪嘉義和妻兒 都被壓在瓦礫堆下 太太和當時 四個月大的兒子 率先被救出 洪嘉義卻受困12小時 被救護人員 抬出瓦礫堆時 整個人面無血色 心跳一度停止20分鐘 好不容易用葉克膜 搶救回來 又厘經雙腿截肢 橫紋肌溶解 高血甲肝腎衰竭 經歷20多次大小手術 浩劫重生的這一天 洪嘉義等了好久 醫院也生活了9個多月 從在家戶病房 不覺得自己有被截肢 然後到知道自己被截肢 路上心情 當然多多少少 都有一些起伏 我們不會讓自己失落太久 臉色表現出可能 有點沉重 有點沮喪 可是他沒有說過 不好聽的話或是什麼 身為圍觀大樓 最後一位出院的幸存者 洪嘉義夫妻 把發生在身上的不幸 轉換成正面能量 還在出院的這天 一家三口 穿上洪嘉義最愛的 暗紅色格子家庭裝 雖然因為地震失去雙腳 但為了最愛的家人 洪嘉義說 他會負起責任勇敢面對未來 記者來觀張陳照顧 談論報導